邓伦作为90后当红小生,虽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但是似乎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加持,自从出道以来也拍摄不少作品,但是迟迟没有爆款剧出现,直到《香蜜沉沉》进入双开播,让邓伦这位年轻的演员被大众熟知。 但是,鉴于其影响力的不断增加,其商务资源也是越来越好,在《香蜜沉沉》进入双这部古装剧之前,邓伦也曾挑战男主角色,比如搭档李一彤出演民国情感大戏《海棠精女烟之透》,在剧中饰演富家公子哥郎月轩,倾心与海棠李一彤饰演,两人经过一段相爱相杀的故事后,终于走到了一起, 这部民国戏对邓伦来说,跟流水线偶像剧一样,几乎没有什么演技的体现,人气骤增之后的邓伦,大多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,比如《我是大侦探》极限挑战,《这就是灌篮》等皆为常驻嘉宾,虽然获得了不少人气,但是作为演员来说,邓伦的演技却没有增加,《加油你是》最棒的在《香蜜沉沉》进入双之后开播,本以为邓伦能够借着这部剧事业再说, 上一个台阶,没想到这部剧对他加持并不大,演技被网友吐槽,拜光了因香蜜沉沉尽如双击攒的好口碑,综艺节目可以让邓伦积累人气,但是好的作品可以让邓伦在娱乐圈的立足之本, 近日,邓伦又一部新剧来袭,还获得了央视点名宣传,看到女主后,网友又是一位气质型女神,时空交错,故事有趣,夜旅人这部改编自网络作家赵希芝的同名小说,自从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之后,不少原著粉都非常期待,甚至对男主盛青,让这个角色由邓伦来出演非常认可, 原著中的盛青让是一位温文尔雅,颇有气质的律师,邓伦还是非常贴合这个角色的,该剧讲述了盛青让可以在固定时间内跨越时候,并且邂逅了真爱宗英,在经历了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之后,宗英终于相信盛青让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事实,上演了一段二人相互救赎的爱情故事,演员阵容强大,共同演绎民国风情, 除了男主邓伦之外,最大的惊喜应当属于气质女神宁依了,宁依作为某女郎出道,在《精灵十三差》中,凭借赵玉默这个角色获得不小的人气,让你记住了这个风尘女子,不得不少,宁依在这部作品中的旗袍装简直太美了,将旗袍美人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,宁依在剧中饰演反医学专家综艺,光鲜亮丽的背景之下,雷丽风行是她的形式风格, 对待感情纯粹,更不喜欢勾心斗角的生活,早先,妮妮,杨颖,杨逆,刘诗诗并称思想花旦,唯独妮妮的事业不见起色,而杨逆刘诗诗早就在电视剧圈里有一定的地位,而杨颖凭借跑男也是人气骤增,但是妮妮不及不造挑选适合自己的剧本,直到电视剧《刘金岁月横空》出世, 在剧中饰演配角朱索索,虽然主角是刘诗诗,但是妮妮在剧中的表现却比刘诗诗更加出彩,让无数网友记住了性格倔强的朱索索,这次妮妮也是跟邓伦首次搭档,共同演绎民国风情,不知道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,你期待这部夜旅人吗? 是吧 随时 cluster2